雞肉很嫩 而且很多汁 不會很油 通常咬一口你看 嘴唇都整個唇蜜蜜唇膏 可是我沒有 你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全篇 就是之前呢 新聞不是有一支報道 燙老爹炸雞 那我之前待在南部 就是南部最知名的就是 什麼 三蛋漢堡 非常的平價又美味 OK 那在板橋 我之前連續去了 大概兩三次 都完全 普空 非常的生氣 不是要等到九點 就是已經 我賣賣完了 不然就是我 不要錯時間去電修什麼的 那我今天 我終於買到了 我很努力的騎了U-Bike 我終於買到了 燙老爹炸雞 那我今天會告訴大家 我吃這個感覺 因為我在南部 真的蠻常吃單的漢堡 所以我才有今天的體態 嗯 對話不多說 我點的是二號餐 雞塊加雞腿 那我要開始試吃了 口感啊 肉質啊 油膩度是怎麼樣 好香喔 而且它皮是 略帶 鹹香味耶 我來吃一口看看 我來吃一口看看 鮮 嫩 多汁 香 Q 彈 脆 很便宜 我二號餐才九十塊 一百塊以內耶 你看北部物價那麼高 雖然不鼓勵大家天天都吃炸的 可是 我覺得偶爾吃一下也很好 它雞肉很嫩 而且很多汁 不會很油 通常 咬一口你看 嘴唇都整個唇蜜蜜唇膏 可是我沒有 你看 可能我覺得吃第一口不夠 所以我再繼續吃 嗯 尖刺 柳香 其實吃炸雞 我很喜歡吃皮 有時候 皮不能裹得太厚 因為太厚就不好吃 它不需要 額外再加什麼胡椒粉 或是什麼 它就有鹹度 而且 我覺得不是死鹹耶 我敢當個專業的美食評論家 可是我可以 當個親民的分享家 你覺得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這麼的便宜 然後又可以這麼美味 已經是非常難得的事情 我看你們整齊就 就看著我吃啊 對我這個愛好炸物來說 哦 哦 嗯 嗯 腿的部分我等一下再吃 我現在來吃 雞塊 因為我覺得雞塊 不管是哪一間很難炸的好吃 我覺得單單漢堡已經算是很好吃的 那我今天就來吃吃看 人間美味 哦真的好好吃喔 大雞塊呢 會被炸到肝跟硬 這沒有完全保持著那種 哦 鮮嫩度 太老爹 你這麼窄啊 我終於吃到你了吧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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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高橋 你們這樣看下去 一定覺得很煩 很餓 我推薦你們 真的可以去吃一下 因為真的好好吃喔